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卫明律师事务所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2021年谈从中国办理美国律卡 那最近呢,现在已经在2021年的中间了 我们感觉到呢,现在因为美国的经济比较稳定 疫情也得到稳定 然后呢,这方面我们最近收到了 以前要多很多的来自中国 申请人表示有兴趣 那要么呢,是从中国直接提起律卡 或者呢,他是从中国来的留学生访问学者 有的呢,暂时还在美国 有的即将离开美国 有的呢,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以后 返回中国 但是呢,还是考虑想拿到美国律卡 联系我们 让我们在这里呢,总结一下 那总体来说嘛,我们知道人多有志 当然不会每个人都有一项有需求 办法律卡 但是有这种想法的人还是很多的 那这个美国律卡本身嘛,是吧 那它是手段,不是目的 那只是呢,给你提供一个平台 你有了美国律卡呢 那么总体来说,在美国工作 因为投资移民呢,它本来是要定期延长的 尤其是来自中国的申请人 这个1比5投资移民呢,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 中国人里面呢,又绝大多数是通过 所谓区域中心来间接投资 而不是直接投资 那么最近呢,这个项目算是暂停了 那么后果是什么呢 就是说已经交了这个485 还可以继续至少得到处理 或者至少不会被拒 然后还在等下一步的消息 但是还没交485 或者没交526的呢 那么现在就不能交了 那这个说明什么呢 一方面啊,什么事情要尽早 对吧 那有的时候呢,如果晚了 有时候就不敢趟晚 是吧,要抓住时期 抓住机遇这个时间窗口 另一方面呢 我们也看到美国的移民政 这个重视的是无费之财 人才这个财 而不见得是有费之财 财产之财 那么我们的客户呢 有很多是来自中国的专业人士 有的是理工科的科研人员 但是除此以外呢 医生、工程师、艺术类、体育类的人才 商业类、管理类、咨询类、表演类 这些人才都有可能 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所顾 包括音乐家、画家、教师 这个设计师、建筑师等等 这些人 工程师、医生 然后棋手、歌手、鼓手 这个化妆师 都取得了亿比万杰出人才 或者NiW国家利益豁免 利卡类别的批准 那么这些申请呢 不需要已经有在美国的工作 也不需要美国的雇主支持 那么需要什么呢 需要你证明你是本领域的人才 那可以通过书面证据来支持 比如说我已经有这个那个成就 这些方面来表明 那么 这个每年呢 现在还是有很多人 从中国申请美国绿卡 拿到批准 来自中国的移民申请人 每年拿到绿卡呢 还是美国所有拿到绿卡人里 排的前几位 有的人说 现在国际局势啊 这个变化莫测 会不会影响到呢 那你个人嘛 是吧 你这个是 普通人是吧 如果不是高级领导 就是 那这个一般来说呢 还是不会影响到的 这方面 这个 当然了 你如果说呢 有的神经人说 我曾经是党员 我曾经在体制里面 会不会有影响 简单来说 对于普通人来说 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呢 有的时候啊 你需要 有一个说明 如果专门问到 但是如果尤其是 怎么说呢 理工类专业类的人才 知识分子 一般来说 应该没有关系 那关于从中国 申请绿卡的 其他详细情况 可以参考我们的 别的试题文章 总体来说 你只要从中国 可以直接提交 人不需要来美国 我们有的客户 甚至从来没有来过美国 提交的杰出人才批准 申请了 也得到了批准 后来第一次来美国 就是用移民签证 入境以后领取绿卡 那么总体来说 只要你能够证明 你是人才 有这个证据 那么呢 就可以花费比较少 拿到美国 应该说呢 比在中国 办一线城市的签证 或者呢 比这个子女留学 等等 买学区房 这个花费要少很多 总体来说 总体来说 我们这个视频 讲到的呢 大家听到 飞机的声音 每年都有很多 来自中国的人才 跨越大洋 飞越重洋 从中国来到美国 这个得到自我实现 这方面呢 这个一直到现在 也还是很多的 我们知道 现在留学签证F1 从中国签已经重新放开了 还是有很多中国人 有兴趣 那我们律所呢 已经为来自数千位 来自中国的各类人才 帮助他们取得了绿卡 如果你想了解 你是否有个条件 或者有这方面 申请的问题 欢迎联系我们 可以给我们发email 可以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内容 或者登陆我们的网站 那我们这个视频呢 就讲的是 2021年 中国办理美国绿卡的 一些更新动向 谢谢大家